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秦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 一五七 这条出自一件三十二 管子 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话 君主就不说 就是已经说过一次 不可以再说的话 就是错误的话 那不可以一再错误下去了 再去说一些错误的话 所以言而不可负责 就是已经说过一次 那个不该说的话 君主就不说了 也就是说不能再说了 行而不可再者 就是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事 已经做过一次错误的事情了 那不可以再做第二次这种错误的事了 这是行而不可再者 君不行也 君主就不会再去做了 这个君是领导人了 凡言而不可负负责 行而不可再者 那就是说凡事啊 不可以再重复讲的话 不可以重复讲的话 就是错误的话 或者不好的话 不可以再做错误的事 就是不可以再做过去做错的事 这个都是一个君主领导人最大的禁忌了 就是不能一错再错了 那么凡是讲到这个君臣 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的 要这样学习的 所以这个我们学习勤述制药啊 一定要回归到自己本身来 所以讲到君 那就不要只有想到 我一个国家领导人 他应该这么做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这个过去讲错的话 你不可以一直再去讲了 做错的事啊 也不能再继续错下去 这个如果再重复的 做错误的事情 说错误的话 这个不但是一国之君啊 其实是每一个人啊 最大的禁忌 所以学习 勤述制药 君道 陈述 这个所有的 通通是回归到自己本身 不要这样来学习 好 那么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